我们来看一个梦 是5.01分路道的一个梦 怎么梦见太平洋里面翻炮 是真实的 细节不尽 那时候看到太平洋里面翻炮 海里面翻炮 我看到海里面在低空飞行 这次所有的飞铁的高度都非常低 在低空飞行 在低空飞行的时候 水面就压下去了 压下去了以后 压下去了以后 水就凹下去了 凹下去了 凹下去了以后 它的外周 这边就没有见翻炮 外周在那边就流水泡出来 水泡出来 如果飞铁飞走了呢 那个压下去的地方 就是水游回来的时候 往中间回来的时候 向上了以后 放起水泡来 放起水泡来 这个就像那个 放起水泡来 就像那个翻炮似的 原来还是飞铁的 飞铁的那个 低空运动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